简单讲讲这个信字怎样来 信说文解字说信就是理也 理就是自理的理 理又是怎样解呢 理就是说文解字说理就是自欲也 欲就是欲石的欲 我们说欲不剁不成器 欲开出来的时候 欲石本来就是很粗的 你要把它打磨 然后才能够做到装饰品也好 或者欲器也好 叫做理 所以理字是欲字边的 这个清代段欲才的说文解字柱 就有这样的说法 他就说信之所以理之 信然后才可以理 接着他还多一句 他说未有不顺文情而能理者 未有不顺文情而能理者 理当然就是自理的意思 说到文情当然跟管治有关 即是说如果一个管治者不顺文情的话 他是不能够自理好社会的 所以信和理之间就有这样的分别 信是基础 要信民情才可以治理到社会 这个信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边是个村子 村留不息的村 这边的叶字是什么来的呢 叶字其实在古字里面是个人头 所以你这个手加点头发 这是个手 这里就是个面 这个头 这个面加多一对脚 照这个段育才的解释 村之流 所以就顺了 你想想 村留不息 或者水一直流下去 顺流而下 我们经常这样说 所以跟着流水的方向就叫做顺了 逆流而上 逆水行收 就很辛苦了 所以就顺着流水 所以这个头又是什么意思呢 头是由头到脚 人由头到脚 就叫做顺了 由头开始就为之顺了 所以这是一个会议字 好像跟着流水去 人由头到脚就为之顺 我们很希望 市民选到这个字 不单只是反映过去一段时间 但他们都觉得 我们通顺了很多 希望未来继续顺下去